广西一男子持刀连杀两人或死刑 残杀同居女友和同村村民 藏匿山上 综合媒体报道 2022年2月24号上午 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 何持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将罪犯陆维 验名正身 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经最高人民法院复合确认 被告人陆维和女友韦某华 共同居住于广西南宁市五名区某镇韦某华家 因陆维向韦某华索要借款等原因 韦某华提出分手 陆维新生怨恨 2009年7月中旬的一天凌晨 陆维掐饿正在卧室内睡觉的韦某华颈部 右持螺丝刀刺扎其头面部 致韦某华开放性颅脑损失死亡 被告人陆维杀害韦某华后 潜逃回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 某乡公村老家 并藏溢于附近山上 期间公安人员曾上山抓捕陆维卫骨 陆维华一戏被害人卢某 举报其藏身地点 心生报复之念 2011年3月10号晚 陆维潜入陆某家 持刀猛砍正在睡觉的陆某头面部 致其重伤 2016年7月24号23时许 陆维下山前往水稻田旁的水塘取水 与陆某在田中劳作 陆维认为陆某对其挑衅 遂在附近填砍伤守候 待陆某经过时 先后向陆某抛砍自己随身携带的菜刀四把 陆某健壮逃跑 陆维持带有长木霸的菜刀 陆某持菜刀猛砍陆某头面部 背部等处 又持折断后的长木霸击打其背部等处 致陆某颅脑损伤死亡 陆维将尸体脱至附近水塘中抛弃后逃离现场 2016年8月11号 陆维因故意杀人犯罪被公安人员抓获后 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 尚未掌握的故意伤害陆某的犯罪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陆维杀害同居女友 潜逃期间恶意报复 伤害杀害同村村民 情节特别恶劣 后果特别严重 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害性大 应依法惩处 判处死刑